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明日,5月1日,大部分地区天气仍较稳定,白天依然感受闷热,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高,午后各地山区,台北东,南侧平地都有局部短暂雷雨几率,这几天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较差。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日大部分地区天气仍较稳定,以多云到晴为主。东半部偶尔会有小区域短暂震雨,午后各地山区,台北东,南侧平地,则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震雨,请特别留意天气变化。 天气风险公司表示,下一波变天会落在周四,5月3日。受该波封面影响,中部一倍将出现震雨。 不过该波封面会在周五,5月4日,远离台湾,台湾到周日,5月6日,都将是稳定了天气。 温度方面,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日白天依然闷热,西半部高温可来到32、33度,东半部也有30、31度。 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高,出外活动请特别留意。 空品方面,明日北部,竹苗,中部,约加南为橘色提醒,高屏,宜兰及里岛地区为普通,华东为良好。 天气风险公司也表示,最近几天大气稳定,西半部空品相对较差,敏感族群需留意。 此外,中央气象局也提醒,金门,马祖及澎湖于夜间,清晨,亦有局部或低云影响能见度,交通往返也请留意航班资讯。